現在來到這個鋁盆梯 現在找這個五色小的自然探師路 就在鋁盆梯物產館那裡 你就可以走到這裏找到有自然 然後走進去裡面 現在來到這裏 這裏有紅出目注意 紅出有紅的 所以如果你夏天來真的要帶紅 現在我選擇在西邊走 入口開始走去東面 這裡官方顯示過半小時便會走完 如果有內部走就有三個小時 不過這裡有一些巴士 兩邊穿梭 所以你每一邊起步都可以走遍道 就是單程 然後就另外一邊坐巴士回來拿車 這條五色小的自然探星路 其實就很平坦的 就是沿途都是很平伏伏的 所以這個老少咸耳都適合客 正常人都應付得到的 所以就OK的 所以都是適合一家大小 現在這裏就是老少 裏盆梯高原 又名為 胡椒之國 因為這裏真的很多胡椒 而當中福島縣最有名的景點 五色小裙就是位於這裏 因為今天天氣不太好 所以拍出來就不太漂亮 而且已經放了很多葉 所以效果又變得很蒼涼 這邊就是柳橡的味 尾巴 最後就走去另一個橡 這裡就放進去 遠處看到藍色的 這裏是青橡 藍藍的青的 如果有陽光就更加漂亮 可惜今天就是 沒有 陽光 這樣就看出來了 這個五色矯裙 其實是 昆沙門矯 赤矯 滅多羅矯 龍矯 尹天矯 瑠莉矯 青矯 柳矯 等等 無數的胡矯的種稱 而不同的胡矯呢 會有不同的顏色 有翡翠綠 藍 翡翠藍 等等 十分之不思議 所以 也被稱為 神秘的胡矯 當中 更以這個青矯的顏色 最為美麗 這裏叫 Ruligio 這裏是看不到的 那旁邊 有個台上去 這個台上去 你走上去 這裏就是Ruligio 這裏有些 像深綠色 剛才那個青色 最初那裏就是 正常的 蜜綠色水 看看這裏是甚麼 即是不同色的胡矯 這裏有個洞 就拿下去 那裏 就說這裏有人 希望那裏紅 就不要走 好 這個是變天湖 我不知道這字是否這樣讀 找還是變 變天湖 對 大家看看 這裏是青一點的 但沒有之前的青矯 那麼青的 那裏有個位 可以走出少少少 看 避開一些 松 樹木 你看水 多清 都靜不穿 風也很多 其實這裏都是 樹林的 所以有很多照片 都要有個展望台 讓你站高一點去看 如果你來到 發現體驗的湖 那你就留意身邊 旁邊的路 是否有些展望台 讓你走進去看 對 這個就是滅多羅 蕨 哇 這裏像泥黃綠 噢 所以就是這個 不同的顏色 好 現在來到赤蕨 赤蕨 但是也不是赤色 都是綠綠的 五色桿的形成 和上集所介紹的繪園湖是一樣的 都是由於火山爆發後 引至山谷和河川的珠塞而形成的 而這裡的水之所以有不同的顏色 就是因為當中含有不同的礦物所指 而不同的季節、時間、視覺、顏色 也會看出來有些不同的 好,現在來到這個昆沙門蕉 這個昆沙門蕉是五色蕉群裡面 當中最大一個蕉 而這個最大的昆沙門蕉 其實是可以在湖沼中的花艇來欣賞美景 不過當日呢,因為可能是行日 加上天氣不好,又有雨 所以就見不到人在那裡蛙蕉群 那看完這個昆沙門蕉就是這樣 看完走完這條探星路 希望大家如果有機會來 遇到好天 有陽光之下的五色蕉會更加美 好,現在走回到遊玩中心了 這裡是另一個入口來的 現在就去乘巴士 對,回到剛才拿車的地方 對,那來到巴士站 巴士站就在這個 這裡的Visster Centre 外面停車場前一點 那裡就是 這裡有三個物體 就是讓人坐在那裡等巴士 現在我們回到旅盆高原站 就要坐這個喜喜多方向那邊 那我看了價錢就250日圓 對,一個人 對 巴士來了 現在回來今早的物產館 那現在一個人都不是特別多東西吃 所以就 因為我不知道,沒有找 現在就來裡面看看有什麼吃 吃一口東西 吃完就開車 現在來到這個景點 盆梯山噴火紀念館 現在就進去看看 這個盆梯山噴火紀念館 所介紹的資料 最主要是關於福島縣三座火山 盆梯山,安特泰良山,吳淒山 當中也有介紹一些遠外的有名火山 例如櫻島、霜根山、淺間山等等 而福島縣這三座火山 是在1888年火山爆發時所形成的 當中盆梯山在爆發前 是一座狀似富士山的塵狀古老火山 而當年的爆發 對當地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 埋沒了很多城鎮和村莊 更加造成了477人的死亡 好,帶大家看完這個盆梯山噴火紀念館 就過一個對面 這個盆梯的3D World 就是這個了 現在過去看他的movie 一搭靜流巡 逢半個小時一場的 就是那個影片 盆梯山3D World 那這部電影我就不拍了 因為它是傳統型的放映館 應該好像太空館那些圓球型 那我猜裡面也不給拍 看這部電影要戴這個3D眼鏡 它會免費提供給你 這部電影要戴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站著看 這個 用樂高頭看 也挺辛苦 好了 現在我先看影片 好了 來完這個盆梯山3D World 其實是一個3D影畫館來的 放了出和Sony合作開發的一部影片 這次主要都是介紹這個盆梯山附近的風景 可以不看的 其實真的 我覺得可以不看 你又不懂得聽那些日文 除非你懂得聽 可能會好一點 就是我不懂得聽 純粹看風景 我覺得真的 可以滅 現在走了 離開這裏 那今集就到這裏了 而下一集 會繼續同大家 欣賞這個 盆梯高原附近的景點和風景 那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收看下一集 拜拜 中文字幕公開